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雨彤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话题 相信很多朋友会非常感兴趣 我们除了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独家发现 也就是这次习近平 普京会谈中泄露出的大秘密 还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 美国及其盟友近日 给中共连续送上超级大礼 可以说好消息太多 今天一个节目完全涵盖不住 因此请你关注这个频道 我们将会不断为大家带来有价值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下面我们直入主题 10月18日 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发展中俄关系不是权宜之策 而是长久之计 显然 这是文章要强调的所谓重点 习近平在和普京会谈时 他的原话是 发展永久目伦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 互相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 不是权宜之策 而是长久之计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似乎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因为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不久 中俄宣布 中俄关系上不封顶 有而无上限的合作关系 既然都达到这个程度 又何必再补充一句 中俄关系不是权宜之策 这个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 其实也不是莫名其妙 因为在普京访问中国之前 中共央视对普京进行了专访 这个专访的目的 无非是借普京有求于中共之制 逼着他为中共充当一回大内宣的工具 给习近平唱唱赞歌 这个新闻很多人看到了 但有几点可能没有注意 首先 普京根本不是好像表面上那样 是单纯地对习近平进行吹捧 而是对习近平施展话术 他在用话剂对习近平 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世界公认的领导者之一 习近平主席不是根据一时一世 来做决定的领导人 他会对形势进行分析评估 着眼美来作出长远考虑 这一点很重要 这就是真正的世界领袖 与我们称之为临时工的人之间的区别 临时工只来5分钟 在国际舞台上show一分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习近平主席是另一种人 他是一个坚定、冷静、务实和可靠的伙伴 只要我们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就能确保双方都遵守协议 先说普京暗藏了什么话术 接着我们再说为什么习近平要说中俄关系是所谓的长久之计 普京在这段讲话中其实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担心 他也是用话将习近平按在那里 他说习近平不是根据一时一世尼作决定的领导人 他会对形势进行分析评估 着眼美来作出长远考虑 他还特别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这段话什么意思 普京这个等于在说习近平 不要看我一时深陷乌克兰战场 你要长远考虑 不要只看我的一时一世 普京还暗示自己不是临时工 自己会继续执政 当然这是他自己这样认为 至于他会不会长期执政 我们今天才不去说他 所以你听听他这个是不是在夸习近平 根本就不是 而且普京的担心还有一个原因 10月9日 习近平在会见 美国民主党参议院领袖 查克舒默时表示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坏 大家想一想 普京看到这句话会怎样想 哦 你说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坏 那我怎样办 你是不是看我不行了 准备要抛弃我了 所以普京自将话制对习近平 说他不是根据一时一时来做决定的领导人 暗示他要着眼未来作出长远考虑 这个也是在给习近平画大饼 我们再回头看看习近平说的那句话 中俄关系不是权宜之策 而是长久之计 这个其实就是在安抚普京 跟他说我们不会抛弃你 但是中共的话普京减不减相信 绝对不减 他要是相信的话 相信那句 中俄关系上不封顶 友谊无上限 多么好 对吧 再说了 看看中共的诚信纪录 我们就不说其他的 只需要看看他对香港人的承诺 什么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现在怎样 这个有目共睹 不用我们多说 所以 中俄关系绝不可能达到坦诚相待 推心致福 他们只不过是互相利用 以鱼我诈 说到他们以鱼我诈 真是不是冤枉他们 就是这次中共将普京访谈中说的一句话 还被删改了 结果在全世界面前自报其仇 中共各大喉舌15日以同样标题 发表了对普京的这次专访 标题是 《普京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供应的领导者》 等等 我们刚刚给大家念了 普京的原话是什么 普京的原话是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供应的领导者之一 看到没有 中共在光天发日之下 公开去掉了这个之一 公开散改普京讲话内容 大家想想 领导者和领导者之一 能是不是一回事 绝对不是 所以 说中俄关系 以鱼我诈 那不对 其实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 可能有朋友想起来 你不是说这次普集会 爆出了一个超级大秘密 究竟是什么 好 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超级大秘密 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 今年3月份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 他和普京会谈结束后 在莫斯科的街边 习近平道别时说 这个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 我们共同来推动 这句话被西方媒体廣维报道 这一幕也引发世界关注 习近平和普京究竟要共同推动什么 这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习近平18日和普京的会谈之后 中共宣传文章 无意间透露出这个大秘密 中共新华社发表的通稿中 普京最主要的一段讲话内容是 普京表示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进行成功国事访问 我们就很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请注意 他指向了今年3月 接下来他提到了习近平所说的 这个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紧接着他说 俄方愿和中方密切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 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请注意最后这句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我们认为 这个就是今年3月 习近平和他在分手时 所说的要共同推动的内容 讲白了 就是中俄这两个邪恶政权 要联手打造所谓全球新秩序 对美国为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 进行实质性的挑战 今年3月 当习近平和普京握手告别这一幕 引发世界关注之制 哈佛大学肯尼迪博院政治科学教授 格雷厄姆·艾利森曾经赞文化 虽然没有宣布联盟 但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 对全世界影响最深远 这种关系变得比华盛顿如今的正式同盟更为重要 他说 因为习近平和普京不仅是现在的中俄两国领导人 还是任期实际上没有截止日期的领导人 美国必须明白 他正在与之对抗的是 全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联盟 很多人所猜测的 现在从普京的嘴里得到了证实 这就是他们的超级大秘密 不过正如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一样 中共现在也是四面坐过 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下面和大家分享的 将是几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请大家不要坐过 首先是一份破天方联合声明 五国联盟国家情报首长 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破天方联合声明 指责中共涉取知识产权 并且利用人工智能 对国国进行网工和间谍活动 这个破天方一词 不是我们在这里说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亲口所说 他表示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一份声明 目的是要对抗中共对全球新创产业 所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 和纽西兰这五个国家组成 目的是分享彼此情报网络 克里斯托弗雷说 中共长期以来都在利用一张技术大网 来攻击企业 网络入侵、特务情报操作 看此无害的企业投资和交易 而这张大网的每一条线 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危险 美国长期以来指责中共摄取知识产权 这个议题向来都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大痛点 而这次是五眼联盟成员 首度联合公开谴责中共 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 博吉斯也说 中共政府正在进行史上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知识产权和专业知识盗窃活动 他们认为 中共在各个领域摄取机密 包括重量子技术、机械人道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 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中共的核客计划规模比其他主要国家 每个核客计划的总和还要大 再加上北京派出间谍 以及从民营企业和研究机构摄取的商业机密 让中共拥有巨大力量 官员呼吁民间产业和学术界 协助对抗这些威胁 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工智能工具 与此同时 另一条新闻震动中国大陆中共国企先政达 由于与中共政府的关系 该公司的一个子公司 被勒令出售其在亚肯息州160英亩的农田 亚肯息州州长桑德斯泛民表示 亚肯息是一个全美第一个 逼使中国国企出售美国农地的州 这是全美首例 彭博社18日报道 由于先政达和中共政府的关系 距期下子公司被勒令出售其 在亚肯息州160英亩的农田 而且亚肯息州总检察长格里芬宣布 先政达还将免临28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原因是先政达 未能及时报告其外国所有权 格里芬还给先政达两年的时间 离剝离土地 美国亚肯息州终于开始和中共玩争 今年早些时候 共和党籍州长桑德斯签署了一项立法 禁止外国实体拥有亚肯息州的农业用地 这决定是根据该立法采取的首次执法行动 先政达是前身属于瑞士的农用化学品和总子集团 2017年被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 并于2021年并入中化控股公司 众所周知 中化工是中国的一家国有企业 州长桑德斯在社交媒体X平台宣布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容忍危险的政府 渗透我们的国家 亚肯息州不会再容忍他们 桑德斯表示 如果先政达未能出售旗子公司 洛斯路普国王总子公司拥有的土地 格里芬可以通过法律行动 迫使他们离开我们的州 美国很多对于外资拥有的农田担忧与日俱增 今年早写时候 北达科他州 大福克斯一个价值7亿美元的玉米加工厂项目 殷其中国所有者遭到当地政界越来越多的反对 而被取消 今年之前 全美14个州的法律 禁止或限制外国持有或投资私人农田所有权 当然 这里主要的是针对中共控制下的企业 尤其是中共国企 另外还包括俄罗斯 朝鲜 伊朗 当这些邪恶国家 越来越表现出普团取暖 形成邪恶联盟的时候 那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 自然也会联合起来对抗邪恶 除此之外 好消息连接不断 比如 美国财政部10月18日宣布 将对被指控参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制造的 11名个人 8名实体和一手船只 实施制裁 这里还包括中国 也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司和个人 那如何进行制裁 会凍结有关人员在美国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资产 并禁止任何美国个人及实体 使用美元展开业务同售制裁人员进行交易 另外 拜登政府10月16日表示 计划停止向中国运送 由英伟特等公司设计的 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 目的是阻止中共获得美国尖端技术以加强其军事力量 禁止这类人工智慧晶片 仅仅是系列措施之一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表示 新措施目的是通过堵住9年10月发布的法规漏洞 来阻碍中共的军事发展 而且可能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他说其目标是限制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 这些半导体可以推动人工智能 和对军事应用至关重要的复杂电脑的突破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星期一晚间的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 将对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国家进行限制 限制他们获得更广泛的先进晶片和晶片製造工具 同时将中国晶片设计者摩尔塞德和比伦列入黑铃丹 去年10月12日美国对中共晶片禁令生效 当时就有分析说 如果晶片的创新被锁住 高技术行业将好像老去的恒星这样收缩 摊塔 并且可能引发智能手机 新能源汽车 5G或者6G通讯等领域的停滞不前 而金融时报则形容说 美国将会对中国的半导体业打回石器时代 中俄两国固然有这样这样的幻想 但是在四面楚歌声中 这两个貌似庞大的邪恶帝国 正好像老去的恒星这样收缩 摊塔 而他们这些全球野心 最终也只不过是幻梦一场 好 今天的话题就谈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会逢星期一和星期五固定播出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关注这个频道 也请帮我们点个赞 感谢各位的精彩留言 让你深受启发和鼓励 以上是今天的中共内幕节目 多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